清台丹纳斯来袭气象局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预计周四周五对台湾影响最为剧烈 美国富豪指控谷歌叛国并遭中共渗透 对此川普推文回应将会调查 民间团体要求韩国瑜表态 如果当选总统不会签署两岸和平协议 中间院预估今年GDP百分之二点零六 专家提醒台湾出口美国大增 但中国经济并不乐观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 新唐人亚太晚间发点新闻